历史总是在不断的进步 通过之前的一些历史和教训 让我国也变得越来越好 我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王朝可以说是 自己把自己琢磨着覆灭了 今天我们聊的是 清朝阁阁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的妹妹 她的妹妹也是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阁阁 他名文字叫金墨玉 金墨玉因为是阁阁 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 在那个时候 她并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格格而骄傲自满 相反的是 她非常自谦 还很慷慨 她和她的姐姐一样 从小就被送到了日本 但是她并没有和她姐姐穿倒方子 走上同样的道路 而是完全的凭借自己的能力 去赚钱养活自己 虽然在日本她备受欺辱 但是她始终都没有选择背叛自己的国家 在二战爆发后 金墨玉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她的父亲也还在 只不过手上也没有任何的权利 家产也被她的哥哥全部都败光了 回国后的金墨玉 只能变卖了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再多的钱也抵不住有一个败家的哥哥 为了养活整个家庭 金墨玉只能去公司上班 成为一个翻译 但是也因为自己的姐姐穿倒方子 成为特务被抓之后 受到联系 被判处了十年监禁 也为了不让自己的丈夫受到影响 坚决和自己的丈夫离了婚 出狱之后 金墨玉一直都非常低调 直到最后在临死前 才说出自己姐姐穿倒方子的一段 比较羞耻的往事 金墨玉说 其实在她小时候济世的时候 她的养父就曾侵犯过她的姐姐 也就是穿倒方子 2014年5月份金墨玉离世